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君子的祭祀 你是圣殿的国度 天父来订阅你 你是尊贵的 你是荣耀的 文福的 健康的 各身的 你配得 天父来 天父来你 祝福你 强大起来 强大起来 因为你本来就是强大的 阿里路亚 因为你的爸爸是强大的 是尊账的 你就是蒙古得生的 认定自己 阿们 跟我说认定自己 阿里路亚 我是新造的人 我是新造的人 我在全体里 我在基督里 我在恩教里 我在智慧里 我在得适你 阿们 大有荣光的 说的就是你 对神秘的单人说 哈哈大笑 哈哈大笑 是不是 现在都不是笑一个了 现在要哈哈大笑了 阿们 要扩张你的笑容 不但是扩张你的 你的心情 你的眼界 而扩张你的笑容 阿们 刚才是笑的时候 平笑时候不笑 是不是 但你越笑越敢笑 越笑越大方的笑 使劲的笑 哈利路亚 阿们 对你身边的家人说 哈哈大笑 好吧 哈不哈 回头 回头我们要 边门来一场 哈哈大笑大会 找个地方使劲笑 好 今天我们的讲题 继续的分享 这个讲题 太强大了 来 深刻认知基督 活在我里面 将来来说 二章 二章二十节 来一起来读一遍 预备开始 我已经与基督 同变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 在肉身活着 至今 至今 是基督 神的 而是 而活 祂是 爱我 为我 舍弃 好 眼睛闭上 跟我一起来背一下 谁眼睛不闭啊 我把你叫到前面来啊 来 预备开始 夏拉太书 夏拉太书 二章二十节 我 已经与基督 投屁 十字架 现在 活着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在我里面 活着 并且 我如今 在肉身 活着 至今 信神 而 而活 阿们 对于神明的家人说 你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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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以后 你是怎样 新造 你是新的神明 阿们 你是神儿子的神明 在你里面活着 那么我问你 你开始相信 哪方面的真理了 从此以后 是新造人的真理 还是老我老旧人的真理 新造的真理 你怎么相信 你就怎么活着 你相信你是新造的人 你就会活出新造的人 你还相信 老旧人还活着 老我们还没死透 你只有继续活老旧人 不是耶稣没做成 是因为你不相信 如果你相信 耶稣所做成的 都是你的 阿们 都会成就在你的身上 好 接下来就是 你要深刻认知到 基督活在我里面 还记得吗 当你认识到 基督活在你里面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深刻认识到 基督活在我里面的话 魔鬼 动不了基督 也动不了你 阿们 明白明白 明白 基督没有疾病 你也没有疾病 阿们 那么 基督活在你里面 这非常重要的真理 要 生活化 在你的生命中 包括你的思想 你的情绪 你的感觉 你身体的行动 每天的生活 都要深刻的意识到 是基督活在我里面 打个简单的理由 如果是你不明白这个真理 不深刻认识这个真理的时候 那么当别人说你的时候 你就会生气 知不知道 别人说 诶 王金妹 你咋 说你的不好的负面的话 你就很容易就生气了 听着 所有的负面的思想 情绪 意念 话语 背后说你的话 你听到的你都会接受 你都会生气 但是 当你深刻认识到 基督活在我里面 告诉你 基督活在我里面 基督活在我里面 老我已经死了 老我已经死了 他说你说的是谁 老我已经死了 说你 老我已经死了 告诉你 老我已经死了 老我已经死了 死了还有感觉没有啊 没有 但是死了 你去骂他 他要不要起来 对你的眼睛呢 不会 对神门的家人说 不会对你的眼睛呢 不会对你的眼睛 是不是 他死了 你随便说他 你骂他 你打他的 你退他啥的 他都不会理你 没想意 没感觉 为什么 死了 因为他死了 今天你必须要相信 你的老旧人死了 这样的话 人家怎么说你 跟我说 没感觉 没感觉 对神门的家人说 没感觉 没感觉 说吧 随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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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明白 然后你要知道 他说你好 所有的话语 负面的话语 想伤害你 就是想伤害你 但是当你没感觉的时候 啥也伤害不了 对神门的家人说 啥也伤害不了 反正他自己说说说 他自己吃亏了 记住 当你认识到 基督活在你里面 这是第一个方面 他说你的时候 你的老旧人 你死了 你就没有感觉了 我们要把这个真理 生活化 不能光太抽象了 我们要具体的 形象化 生活化 阿们吗 所以我现在 跟你分享的 就是生活化 如何把这个真理 生活化 比如说 你回去了以后 或者是你丈夫 给说你 什么什么的 他他他他他他 他他他他 他他他他 没反应 你以前你说你 他说你一句 你说他两句 你这个罪人 是不是 他又说你 说你啥 你又起来 你说你 你怎么不信念说 我今天说你是啥 是不是 你整天给他病罪 整天挑他的问题 找他的毛病 他也看着你这样 心情的时候 他也不舒服 你也不舒服 我两个人就整天地罪 听着 当你明白这个真理 基督活在我里面的真理 我是新道的人 老旧人已经死了 他无论怎么说你 你说开开心心的 哈哈不笑 跟我说笑一个 笑一个 我祝福你啊 想吃点啥 赶紧给你买菜 做菜做菜啊 想吃啥 是不是你就祝福他 要不要花 你买的都花 是不是 你就祝福他 看到没有 说你 你就老旧人死了 没有感觉 明白 没有反应 你活的是耶稣的生命 跟我说耶稣的生命 耶稣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基督在我里面 阿们 所以他说你 就是说耶稣 什么知道 说耶稣 耶稣不会定罪他的 耶稣是会爱他的 用生命的 影响他的 阿们 你要想象的 就是我们还在 做仇敌的时候 罪人的时候 神的儿子耶稣 都为我们舍命 就写死了 公主说是仇敌的时候 是罪人的时候 仇敌的时候 都为我们死了 何况今天 我们是他的孩子了 更加爱我们 阿们 如果我们认识到 他对我们的爱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认识到基督 活在你里面 是多么的宝贵 你的生命是怎样 祝福的生命 对你生命的家人说 祝福的生命 看到没有 你是君王的生命 是祭祀的生命 是先知的生命 你的就是祝福的生命 你的话语就有全名 你的祝福就是全名 阿们 君王的权柄 祭祀的祝福 天之的话语 都在你身上 好吧 基督活在你里面 你所说的话是祝福的 是给他生命的 给他祝福的 他说你就是说基督 老旧人的死 没反应 没感觉 你就爱他 就祝福他 生命影响生命 这个很厉害 有个姐妹 他认识 跟他这个 丈夫天天打架 然后丈夫也打发 他也打发 离婚不知道 离了多少次 后来就替我们 这个道 完全犯怨 他说 全面是 跟我丈夫 祷告 要让他 悉尼书 他命令我 教会他 当不当当 让他 当不悉尼书 让他 当不悉尼书 怎么好 怎么不好 怎么败 怎么的 我说 我要是能做到 这个的话 我就为 所有姐妹的 丈夫祷告 让他们 全都信尼书 我为 全世界 所有人 姐妹都祷告 让他 全都信尼书 我能不能做得到 我有这么大的本事 我待在这 想着更远 我说 不但我做不到 连一书都做不到 信尼书不是 你要求的 信尼书 有个自愿的 所以我跟姐妹说 我说 没有任何人 能做到 一个祷告 让你 当不信尼书 如果我能做到 那我就直接 就一个祷告 让所有人 都信尼书 就是什么 是不是 我就说 你想要你 当不信尼书吗 他说是的 我说 从今年开始 你就把他 当成一个 信尼书人 你就把他 当成一个 神的孩子 你的心里面 眼睛里面 耳朵 耳朵 口里面 你就定义他 就是这样的 你不要在那里 挑他的毛钉 搞他的刺 说他是个罪人 说他信尼书 说他是有问题 怎么怎么怎么的 你这些话 说的一个地步 他是不可能 信尼书的 知道不知道 不但耶稣不信 你俩的关系 以后越来越不好 我说应该怎么办 你就把他当成 是神的孩子 是信耶稣的 你就怎样 你祝福他 就行了 你当尽的责任 你尽 当爱他 爱他 当祝福他 祝福他 你祷告 你在神命前 祷告就行了 你在人命前 你就爱他 信任他 鼓励他 祝福他就行了 他说他 他打我怎么办 我说真打你了 他真打了 很简单 如果他真打你了 听着 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很多的时候 容易把它混在一块 信仰 记住 你的信仰 是你的信仰 阿们 任何人 都不能干涉你的信仰 你明白 你又有信仰 这个宗教的自由 又有信仰 大个宗教的自由 这是你信仰的自由 这是你的权利 给你宣伟的家人说 这是我的权利 这是我的权利 阿们 所以人的权利 你的信仰 是你的权利 这是神给你的权利 就像你的生命一样 你的健康一样 这是你的权利 弟兄姐妹 就像你的教育 你受教育一样 你的财富一样 经济一样 都是你的权利 信仰也是你的权利 这是神圣 不可侵犯的 就像人人平等一样 人人都是平等的 我们人身都是自由的 这是你的权利 跟我说 是我的权利 是我的权利 阿们 这是神赋予我们的权利 国家法律 都要保护你的权利的 所以任何人 他是不能够 强制的限制你的权利的 如果是这样 他就是违法的 所以信仰 听着 你要搞清楚 第一 信仰是你的权利 阿们吧 阿们 我们很多的神 把这些都混在一起 今天你必须要清楚知道 第一 信仰是我的权利 阿们 任何人 不能够影响和限制你的 包括你的亲人 你的牧师 你的啥啥啥 都是的 没有任何的权利限制 这是你的权利 你的自由 阿们 第二 婚姻是婚姻的方面上 要禁好你的婚姻 阿们 那这个婚姻的话 不能和这个扯在一块 哦 他不让你信心疏了 那应该怎么办 他天天打你 然后你就被他打 然后还说 我是信耶稣的 就应该被他打 谁说信耶稣的 就应该被他打 对你身边的家人说 信耶稣 才最不应该被他打 你明白吗 我们以前都认为 哎 就是应该打 昨天把幼儿也给他打了 是不是 那是什么情况 那是对谁说的 你胡乱套在 弟兄姐妹身上 那会把神的儿女害死了 那是整个犹太人 还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 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 在罗马帝国的残暴 他叫你去 你不去 立马就把你 这样 挂起来 是大人 是不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耶稣又不是用暴力的手段 平凡他们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耶稣说 打你左脸 你右脸给他打 叫你左脸 你左脸 给他左脸 拿你外脸 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别给他用暴力的手段 干什么 在相抗 这样的时候 什么是最宝贵的 生命是最宝贵的 阿们 比如说 有个强盗 藏你的东西 你手上有一块金表 比如说 打个比方 他藏你的金表 这是个你咋的 把标给他 你说我叫我 我喊我喊人帮忙 关键是别人 没有人帮忙 有的人帮忙 他又不会抢你了 是不是 这个时候 你给他拼命的斗 他拿着一把刀 你手上有个表 你不给他 他又怎样 他有可能就有刀捅你了 你不明白 在这种情况下 你该怎么办 金表给他 你为了个表 对他打到你 最后他把你捅在门上 都是刀吗 都是刀刀吗 弟兄姐妹 你要有智慧 这个时候 生命是最重要的 阿们 这个时候 你就把表给他呗 给他 你就记住他 长得啥样 甚至手机 偷偷地拍个照片 是不是 拍个视频 等他 等他 等他离开了 你去干啥 报警呗 你第一要素 把你自己 生命健康保护好 跟我说 生命健康保护好 生命健康保护好 那个表是什么呀 能跟你的生命健康 相比吗 跟你师妹 那家说 没法相比 没法相比 把生命健康 保护好了 后面表也会回来的 跟我说 也会回来的 后面会回来的 阿们 阿们 现在我再跟你讲的是什么 比如说 在这个婚姻当中 他打你 我们过去的教导 都是 打就打了吧 是不是 打左脸右脸 管他 关心心里面 又特别难受 不但打还骂 又看不起 哗哑 侮辱人额 全头暴力 伤害你的身体 应该有什么办 过去我们都是 忍耐忍耐忍耐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是神的孩子 那你被打就被打了吧 我今天要跟你说 至于你因为你是基督徒 是神的孩子 才最不应该被他打 因为你是宝贵的 对于圣灵的家说 你是宝贵的 你是宝贵的 你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你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连魔鬼疾病 都不连去攻击你 何况 谁可以打你啊 任不任攻击谁 除非是为你受逼迫 你是为你受逼迫吗 你是为了盘福音 去阿富汗 去朝鲜 去伊朗 去那些地方盘福音 哦 你没信念事 信念事 为这个缘故 你受逼迫 那是不一样的 你在家里 跟他吵个嘴干啥的 两个人你来我往那 他你打了 你这个在哪 听着 弟兄姐妹 如果他没信因素 他为啥打你 是因为他背后这个恶者 明白吗 你千万不要换手 不要打他 那他说那怎么办 他就给他丈夫打了 我说你打两个人越打越来的 我说那怎么办 听着啊 你要学会保护你自己 我说保护自己 比如说他打你 你可以做到怎样 第一 你可以离开 阿们 第二 你可以怎样 采取相关证据 比如说录音啊 制品啊 这些东西 你把它准备一下 干啥 等你赶紧离开以后 有这些证据以后 赶紧把他的亲人 把自己的亲人叫回来 把这个事情跟他们说 第一步 内部解决 中文说第一步 内部解决 第一步 内部解决 那他打你 他肯定是错了 是不是 再怎么样 有话也好好说的 怎么能打人呢 打人就是暴力 是不是 那现在证据也有 他打你的这些 录音也有 照片 有视频也有 现场就交给 这些人看见了 然后他就怎样 他肯定会向你道歉 跟我说肯定道歉 肯定道歉 阿们吧 阿们 他如果不道歉 难道他不想过日子了 他肯定想道歉 然后你就得怎样 要求他 写下保证书 从此以后 绝不能再动手打你 跟神门的家人说 这才叫智慧 明白吗 你不要反过来跟他打 你跟他打也不写 你忍也不写 知道吧 你忍他就会笨打你 然后 你说那万一他不按保证书干 又继续打怎么办 听着 第二步 就不是内部解决的 第二步就是外部解决 干啥 你去报警呢 为啥不报警 你不报警 他把你往死里打你 知道不知道 我就知道了 有的姐妹被他的丈夫 把他的眼珠子都挖出来的 知道不知道 他那个姐妹说 要干我打我 给巫师说 我要跟他离婚 我说基督徒不能离婚的 可是那个姐妹说 你丈夫天天打我 我说 这再打你 你得为他祷告啊 不能离婚的 结果 最后怎样 最后打了一个眼珠子 挖出来 两个眼珠 你说害不害 我在这里给你讲的是什么 弟兄姐妹 我这讲的是保护你的权利 知道不知道 这是很重要的了 就是 你一定要知道信仰是信仰 婚姻是婚姻 阿们 我可以爱他 祝福他 但是我也保护自己啊 跟我说保护我自己啊 保护我自己 是不是 什么是最重要的 因为要记住 你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除了你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身体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的生命都保护不了了 你还怎么过来 其他的跟你的生命没办法比的 明白不明白 阿们 阿们 所以 所以那个节目我就跟他说 你就开始 开始怎样 你会有机会保护你的权利 你录音啥 这边要搞一下来 然后他再跟你说 再跟你打 你有报警啊 或者叫社区的人过来啊 一下子他就怎样 他从此以后就不敢再打你 如果再打你 那就是怎样 他就违法 他要被拘留了 知不知道 他说那离婚怎么办 就算是离婚了 也是他重大过失 你 你解决了没有 你不明白 因为你没打他 那他就得怎样 就得为他的重大过失 附带一下 有的人说 那边的话 那还不是离婚的吗 那关键是你在一起 天天被打日子 好过吗 想过没有 如果姐妹就是这样 最后也离婚了 而丈夫把他怎样 尽身出户 这他丈夫过了多少年了 过了三十多年 生了两个孩子 这个房产什么都有 最后 丈夫让他扫地出门 然后跟我说 我们教会不是说的 我们是信耶稣的 所以不能争财产 不能争这些 我们要追求天上的 所以一分钱不大 扫地出门 现在偷个房子 吃饭那是问题 这叫什么 这就是叫宗教 把人的权利 都给蒙蔽 体验 我就直接跟这姐妹说 按照法律来讲 你拥有合法的权利 你没明白 你跟你丈夫 生活这么长时间 生了孩子 你又给他创造这么多的财产 那如果离婚了 那你最长有一半了 为啥现在你弄得 金神出国杀利呢 又不是你的错 是他大伙打他 最后又把他赶出去 他又害怕 所以这样的金神出国 就金神出国 我今天晚上 为什么讲这个 因为我就知道 很多神的儿女 特别是姐妹 真的是吃大亏呀 你不明白真理 第一不明白真理 第二不明白法律 看到没有 吃大亏呀 你进到婚姻当中 真的吃大亏呀 那你都是被压制的 所以你明白真理了以后 你就知道一件事了 你的生命是最宝贵的 你是有权利的 要有这个智慧 保护你自己 是不是 所以这个姐妹 听了我这个信息以后 她就怎样 当然没打官司 没坐到这个地步 但是另外一个打官司 没听过的 人家把她怎样 把她给金神出国去了 现在过得很苦 所以她就问我 这该怎么办 我说你还可以 主张你的权利 跟我说还可以 主张权利 主张是你的事了 但是这个权利是有的 但是你不主张 那就是你的事 你愿意弃权 你愿意不主张 那也是你的权利 你愿意主张这个权利 要这个权利 是你的权利 所以这个信息 她听我的以后 她就怎样 按照我这个做 她又祝福她丈夫 爱她丈夫 她丈夫 中间有一次又打了她 她又怎样 真的 就把那个照片拍下来 那个视频录音 把她拍下来 叫她的家人 亲人都过来 你看 她打了我 她丈夫你看 哟 还聪明了 不忍了 以前都是在家 装可怜 是不是 现在都不装了 现在叫人了 跟我说叫人了 叫人了 神啊 求你帮助我 求你帮助我 神哪帮助你 神使用人帮助你 对神在家说 使用人 帮助你 使用人帮助你 阿们 阿们 神使用警察帮助你 使用法律帮助你 信不信 你看摩西 还在那里干啥 当使命官呐 老百姓有时候 都找他了 神使用摩西 帮助那些受冤屈的人 神使用索罗门 帮助那个受冤屈的人 阿们 报罗 还要上诉到开撒了 神使用法院 使用这些 帮助受冤屈的人 如果你是受冤屈的人 记住 神可以使用这一切 不管是法律也好 这些 国家机关也好 他是为你 全力而保护的存在 他们使用这些 保护你的 只要你有证据 当然你别没事 导致无中生有 你造成就像太远那种 所以神明家人说 你不是这样的人 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人 是不是 那不是基督徒 那就不用说了 他处处都是骗的 是不是 那你是基督徒 你是想好好过日的 你不会这样干 所以那个姐妹真一做 她当过就怎样 她当过立即就知道 这不一样了 但是她 她怎样 她就开始怎样 她是反思自己的 不能再动手打她 这以后 这个事情就开始 发生逆转了 但是她丈夫 有一次喝酒又喝多了 又回来打她 怎么办 光了一下报个警 警察就过来 咋个事啊 喝酒了 喝酒了 打老婆了 立即带走 这么说立即带走 立即带走 看到没有 喝酒 本来又是喝醉了 又胸牛 然后后来回去又打人 打她老婆 把她老婆身上打着 头上打着 都出的 都是傻 然后直接 关起她 行政局有点 好 出来了以后 还打不打 不敢打 我要告诉你 出来以后 从此以后 再也不打她老婆了 甚至到一个地步 酒都不喝了 跟你身边的家人说 酒都不喝了 酒都不喝了 那天天爱她老婆 拿钱 赚的钱 都给老婆了 你们明白 所以这些 如果他没有信 耶稣的话 他背后是 或者的势力 他自己 被那个 愿意被那个 用的话 你就得怎样 有智慧了 不然的话 你就是被魔鬼欺负 被魔鬼伤害 透过他伤害 最后你忍着忍 心里出了点问题 神经常的身体 又有疾病了 吃亏的是谁 还不是你自己呢 最后他还说 你看你信念族信的 还信你身病 整天要来信念族信 然后信你身病 他还不要你了 弟兄姐妹 不是那么回事 记住 婚姻是婚姻 好吗 你有你的权利的 你要保护你的权利 好吗 那信仰是信仰 你的信仰是你的信仰 你丈夫信仰 丈夫信仰 你要让他信耶稣 你就祝福他 但是你要让他明白 各方面的真理 信仰的真理 婚姻的真理 对不对 他信不信的真理 你让他明白 基督活在你里面 你首先 你得保护好你自己 阿们 当你明白这个真理 你要知道 基督就是权柄 跟我说 基督就是权柄 万有的要为你效率的 告诉我为我效率的 不是被魔鬼伤害 被人伤害的 这个时代要过去了 现在的时代是 你在基督里蒙福得胜的 阿们 你在基督里面拥有权利的 生命权 健康权 是不是 婚姻幸福权 财产经济权 教育权 人生自由权 平等权 宗教信仰权 阿们 这些权利都是你的 神给你的 你要不明白 又不明白真理 又不明白你的权利 那你看 只有被魔鬼欺负的事 人也会伤害你 疾病也会伤害你 最后都是谁干的 鬼干的 神给我们这些权利 就是让我们活出来的 活出神的形象和样式 阿们 如果你不明白这些真理和权利 你又活不出来的 你就会被他欺负 你要整天忧愁啊 愁眉苦脸的 跟你身边的家人说 笑一个 笑一个 好吧 再在那说 你是有权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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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知道 你是有权利 你要有智慧 你不要用暴力的方式 回复 你不要一直在那忍忍忍忍忍 最后等出一身地呢 你要有智慧 保护你自己的时候 又维护你的权利 跟你身边的家人说 你才活出荣光 你才活出荣光 你才羊眉吐气 你才羊眉吐气 你才神采分阳 你才神采分阳 你才荣光焕发 你就哈哈大笑 你就哈哈大笑 他就信你出了 他跟着你起信了 再也不敢欺负你了 是不是 最后你说一 就是你说二 就是他没跟着你信了吗 然后没听听 没得问谁感到 他就听 听得听 诶 听个道 讲得好 他就信了嘛 阿们 为啥被他欺负 欺负到一个地步 他还看不起你 最后他怎么可能 他都看不起你 还会信你信了耶稣啊 你想得太 一上天开了 他要信你信了耶稣 真是什么 先看着信你 阿们 阿们 他心里面真的 在你身上 看见了真理 智慧 权利 是不是 责任 哇 他说 哎呦 这个信息说不一样啊 信谁想到的 咱跟以前不一样了呢 咱现在知道报警的呢 是不是 那个 有个姐妹 特别搞笑 他以前真的 就是被他丈夫打的 他整天打打打 后来他听到我 到了以后 咱们还可以报警啊 当然他没真报警 这些天他丈夫又要打 又要打他 他说 你再打 你再打我就报警 咱们听 咱们就报警了 那不要打了 咱们不要打了 咱们不打了 咱们又不打了 因为他也知道 打他是不对的 警察又来 警察又来就把他带谁 是不是 所以他就怎样 你不打了 后来他就在外面 给几个人玩 他老婆在边上 说着说着 然后呢 他说 哎呦 他知道报警的 那谁教他的 你看到没有 这都是保护你的 阿们 你是有权利的 这是权利 法律都是保护你的 记住啊 真理是保护你的 耶稣的道 真理也是保护你的 阿们 地上的法律 也是保护你的 都是保护你的啥呀 对你的身边的家人说 都是保护你的权利 都是保护你的权利 阿们 阿们 你一定要明白 你的生命权 健康权 你这些权利 才是受保护的 受天上的真理保护 受地上的法律保护 你自己也不愿意听 你又不明白 真理也不明白 法律也不懂 那只有被欺负 看到没有 对于生命的家人说 你知道不知道 你知道 今天这个道不然发出去吧 免得人家都说 城里都教你们报警 内部会议 对于生命的家人说 内部会议 现场亲的人是有福的 但我不会发的 这是内部会议 你们出去不要说 不要跟我说 这个要报警 是我知道的 我是告诉你 国家的政权 政府 是不是 法院 检察院 司法机关 还有这个警察 这强力部门 其实他的存在 都是为了保护你的权力 为了国家的 这个长治久安 是不是 为了百姓的权力 甚至的权力 为了国家的统治 而存在 所以你如果有什么问题 这些他都是 神都是会使用这些 保护你的 这些他们拥有这些权力 都是从哪里来的 都是从法律 授权给他们的 明白 国家的法律授权给他们的 那么国家的法律 授权给他们 是拥有这样的 行政权 制法权 就是保护我们的 我们每一个 中国拥有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际的人 都是中国的公民 对神明的家 都是中国的公民 我们都是属于 我们这个国家的 法律的保护的 明白吗 所以你要 先要知道一点 你的权力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就不会被人欺辱 很重要 不可以你做生意 也是这样 今天上午 我这个讲的东西 是很重要的 你别以为 我是随便讲讲啊 是神放在我里面 就是今天上午 有这个感动 分享出来 我都是内部讲 外部讲的 你就是做生意 也是这样 你一定要签合同 跟我说签合同 你别再听人家说 网上在那里干啥干啥的 投个字 你投几十万 几百万 合同也没有一个 是不是 签名签字 也没有一个 什么频率都没有 人家说走就走的 你问谁要签 我就问你 你想过没有 你做生意 要真把你做生意 跟人家签合同 跟我说签合同 签合同 是不是 签合同 你不但签合同 还要录音 还要拍视频 这些都是证据 明白吗 如果他不给你钱 这个合同啊 录音啊 这些视频的 就是完整的证据链 是不是呢 什么叫完整的证据链 一提销的话 你百分百亿呢 跟你宣伴家人说 百分百亿 百分百亿 欠多少 给多少 欠多少 超过时间呢 还要付利息 你知道不知道 你要是合同也没有一个 什么签名签字 也没有一个 音频也没有一个 实力也没有一个 什么都没有 那你说 被人家骗了 白骗了吗 你说 这么什么 我祷告 求是把那些钱要回来 我有这么大本事啊 我能有这么大本事 给你祷告 把那些钱都要回来了 那我早发财了 是不是 想过没有 这是你做事 要有智慧 通说要有智慧 不要听人家口上说的 你啥事 口说是无凭的 要有证据 通说证据 证据 今天这个课啊 真的是 内部的啊 不能对外人讲 你这有证据 是保护你自己的 不是 你钱 被人家骗了 你要不回来的 知道不知道 你钱几十万 几百万 几千万 多的是 天的人 不知道多少人 怎么可能要得回来 人家把钱拿到手上了 人家会给你吗 魔鬼会给你吗 你这么要健康魔鬼 为什么魔鬼七最贪贪 你有这个本事 我跟你讲 很多的时候 必须要怎样 还是要有证据的 对于神秘一样 有证据的 你没证据 你是要不回来的 这个魔鬼是个贪心的鬼 他如果这么好 他就不会便宜钱的 他会还给你的话 就不会便宜 知道不知道 他曾经骗你的话 他就 他就不会判击你 所以你不管是借钱 跟我说借钱 还是做生意 都要有证据 明白吗 这是你的权利 你说那我们得签合同 我们还得怎样 拍视频 合同签好了 放在这 两个拍个视频 今天我们一起签的这个合同 都是双方自愿的 明白 你的路贵音 完整的证据念了 说啥时候还 就得啥时候还 不还 你就能 凭着这个 就能怎样 法官起诉他 他就能还钱给你 第一时间 把他的所有的财产 都你了 给你保存下来 免得他的钱 就转跑了 你不明白 我就用到一个人 他好不容易 转到三四百万 这个被人家 前进跑了 第一次 人家魔鬼手段 真的是惨大 第一次先进五十万 会给你 给你多点利息 一分的利息 还更多的利息 你看每个月都要还钱 每个月都要反利 开心不开心 这比陈银行 利息高多了 接下来人家说 去挣钱 这有个项目 来 借两百万 你看我要两百万 别跟你说 前面的钱都给你的 那再借两百万 肯定会给他 你放心好了 然后就怎样 就把钱又赚两百万给他 现在我知道的 最起码要将近四百万 好不容易赚的钱了 几十年赚的钱 那真的是 辛辛苦苦 几十年 一回到 接花 看到没有 最后有人哭着跟我讲 这个事该怎么办 我说你赶紧有证据没有 他就签一个行李 但是那个东西 还不是那个老板 自己亲自签的 还没用 还不知道是谁 现在老板都找不到了 是不是 转账记录 人家早就不签转跑了 我说你应该早就 第一时间怎样 把所有的证据搜集 第一时间就起诉 赶紧把这个人收下的 所有的银行当好 所有的钱 把钱给保险下来 冻结下来 然后开始起诉他 打官司 你的钱 一判下来 反而就是把这个钱给你 现在是什么情况 那个人已经坐牢了 没钱了 那坐牢有什么用 关键是你的钱 被他骗跑了吧 对 是不是 他坐几年 然后又出来了 继续还可以继续骗了 他本身更大了 在建议里学更多的骗法 关键是你的智慧 有没有提升 你没有提升 你赚再多钱 有没有用 是不是 还是会被他骗 看到没有 如果你用智慧的话 你就要清楚知道 第一 不要贪心 跟我说 不要贪心 不要想着一夜包覆 是不是 你就实实在在的 做点事 郑八斤的 做点生意 郑八斤工作 好好地为耶稣而活的 谁都骗不了你 第二 万一有人借钱 万一有人向你投资 你可以跟耶稣祷告 听众有没有这个贪 有没有这个选择 没有贪 不愿意选择 不愿意给你 就是不借 你说 我不愿意 跟我说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这是你的权力 你懂不懂 你脸不知道拒绝吗 他说借就借啊 他说借三十就三十 借五十就五十啊 借一百万 借一百万呢 你说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他说为啥不愿意 心里没 我不告诉你 跟我说我不告诉你 我不告诉你 看到没有 我为啥傻事都跟你说 想着没有 这是多么有 脾气的话语 很有智慧 很简单 阿们 这是你的权力啊 宝贵的弟兄姐妹 你不愿意 没有任何人 可以强制你的 所有事情发生 都是你自己允许的 你愿意的 明白 所以你要知道 如果你真的 第三 你真的要记 你也不要说 都是信耶稣的 前面呢 林伯那边 有个姐妹 信耶稣的 为他借钱 借几百万 结果信耶稣的 借钱还不还了 然后我就说 那姐妹就跟我说 陈伯师 这信耶稣的 给我借了几百万 钱不还 这咋办呢 我说 起诉他呀 他说 从来没想过 还起诉他 他问我了 我就起诉他了 是不是 我明明借钱 借了不还 那我不起诉你 记住谁嘛 所以不要了 我说你愿意不要吗 他说那不行啊 我这 哎呀 我这 这命令人 是前前的 他牵手了 我只能不要的 我说要的 你就怎样 有证据没有 他说十几年 以前借了钱 还现金 借条也没有 你看 又是借条也没有一个 又是十几年了 还是现金 人家说不承认 你把人家算 不败 我现在再告诉你 你借钱都不要 给人家现金 懂不懂 你借钱都要有 管账记录 要银行管账 上面还要备注 借款给我 谁不设计谁 借款这某某人 都是证据 你给他现金 人家不承认 你咋办 两半 两半 还气死了 是不是 你倒是好 我信耶稣 我信人 可是他不一定好 看到没有 所以涉及到 借这些大钱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你得有完美的证据 第一 你要给他签合同 跟我说签协议 借款协议 是不是 你要借钱 可以必须得签协议 签合同 第二 必须得录音 视频 那签搞好 签字 让他名字签好 手印都按好 然后呢 还要有转账记录 你想一下 又是有这条 这个 这款协议 又是有这个 他签字的 要签字的 没搞半天 他没签字 他就白搞的了 有签字 有按手印的 又有录音 又有视频 又有转账记录 说啥时候还 就得啥时候还 不还他跑得了吗 我告诉你啊 你一定要智慧一点 比如说 说一年还 在一年之前的 钱两个月 你就要提起他了 要准备还钱了 看他怎么说 如果他说 放心吧 都准备好 一定还 你说那怎么能提钱还 来啥 如果看他怎么说啊 如果他要是说 哎没钱了 怎么能提钱 进来拖啊 我跟你讲 他可能就要往后拖了 甚至不想还你了 他倒不知道 你要赶紧提前做一些相关准备了 如果他说会还给你了 再三里 是你见他面 有些重要的事情 要见面鸟 微信鸟 语音鸟 都也都可以 但是见面鸟 有点很重要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 他是什么情况 听着 他会把钱还给你的话 他肯定会怎样 提前准备好的 他说话也会准备好的 阿们 如果他不然的话 他不会那么爽快的答应 不会给你预备好的 你都能看得出来的 那我讲这个 是告诉你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保护你的合法权益 对神明的家人说 保护你的合法权益 保护你的合法权益 好吧 因为太多的人吃亏了 在婚姻上吃亏 钱上吃亏 这些婚姻上吃亏 钱上吃亏 最容易影响你的心情 晚上睡觉都睡不着 很容易就导致身体出现健康 疾病问题 看到没有 我正想跟你说 百分 据我了解 百分之七十的身体健康 出现问题 疾病的问题 与婚姻家伙有关 知道不知道 就是婚姻 几天吵架 几天变得生气 被欺负 被压制 还有就是很多的时候 还有一部分是与钱有关 看到没有 经济有关 钱被人家借跑 借跑了 投资亏了 整天就忧虑担心 结果甚至就出现问题了 这些东西 你在哪里能听得到 我们在以前的教导里面 这些东西基本上是不讲 谁会给你讲 叫你主张你的权利 保护你的权利 有这些证据思维 你有证据思维吗 这些涉及到你的权利的事 经济的权利 婚姻的权利 这些权利的事 你有证据思维吗 你没有证据思维 你钱寄出去 你是很难受惠 是不是 所以她姐妹说 请问师傅该怎么办 我说你赶紧搜集证据 她说证据也没有 我说你赶紧给她打电话 问她要钱 说现在手上没钱了 或者发微信 问她要钱 看她怎么回 只要她愿意回 这也是证据 是不是 录音也是证据 聊天机构也是证据 然后你就说 你欠我多少钱 多少年了 什么时候该还了 咱咱咱咱的 她又会还你 她就要回复了 关键让我告诉你 她给她发电话 发微信 客不接 问她要钱 你也不理 最后了解 发现一件事 这个人借她的钱 把钱 全都转跑了 她自己名下 一分钱也没 所以这几百万 又打水漂了 跟你身边的家人说 要有智慧啊 阿们 不要急后后的 想着要赚多少钱 发多少钱呀 你没有智慧 你赚再多的钱 魔鬼都给你偷走 你赚的钱 你还有本事 能够嫁入得了她 阿们 是不是 好 对你身边的家人说 你是有权利的 你是有权利的 记住 只有懂得维护你的权利 你才不会被 被欺负 被偷窃 阿们 健康是如此 信仰是如此 婚姻是如此 健康是如此 财务也是如此 阿们 对你身边的家人说 你是有权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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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这个课你听明白了以后 你知道你 不会就骗不着你了 你们别以为 我是随便讲讲的 因为我接触的人太多了 我看到她的弟兄姐妹 被骗 被压制 钱被偷跑了 我心里面难受不难受 我给她祷告 你祷告不回呀 关键是 她没证据啊 她有证据 我就能给她祷告回 信不信 阿们 就有个姐妹 就是这样 她就 就是怎样 她丈夫离开世界了 然后她丈夫的家人 就是她的公公 就要让她继承出公 不能继承她丈夫的公积金 丈夫的房产 丈夫的财产 不能让她继承 非常强势 为什么呢 就找她的责任 说她怎么怎么 最后她就问我 按照她本来的性格 她就散了放弃了 她又问我 成功师该怎么办 我说天哪 起诉她 跟我说起诉她 起诉她 是不是 她你是合法的妻子 你到我离开世界了 你是第一继承人 阿们吗 阿们 你第一继承人 你又有钱 你不主张 她 她跟爸妈 第二继承人而已 第三继承人而已 平多 第二继承人应该是儿子 第三继承人才是什么 才是父母 是不是 那她替什么 把你也搞得 继承出乎 她说让你出乎 就出乎 主张成立 跟我说主张成立 主张成立 阿们 阿们 本人她花一段时间 伤心的不得了 天天哭 天天流泪 天天伤心 知道吗 知道 因为让她继承呼 肯定要盯她的罪 找她的毛病 找她的问题 不然怎么定 让她精神出乎吗 所以无中生有啊 目须有啊 捏造啊 很多东西 说她不好 甚至是信义俗的 说她不好 说她丈夫在医院的时候 她在那里祷告 她拍了个视频 她说 哦 都是你祷告死的 你怎么办 我现在就问你怎么办 这个丈夫在医院里 躺在那儿 然后她的 人家刚刚把视频拍下来了 看到没有 刚刚把视频拍下来 然后说 你看 怎么死的 就是你祷告死的 你们是没遇到吧 我跟你讲 我遇到的事太多了 我要说内心不强大 我早就趴下了 我现在还在站着 每天这么开心 满面如光的讲道 你就要知道 我是内心多强大的人了 我每天记住的都是什么事 你们记住啥事 我记住的钱是问题 要么疾病 癌症 肿瘤 各种疾病问题 要么婚姻 婚姻 是不是孩子的问题 要么就是钱被人家骗到 偷了的问题 哎呀 你内心不强大 这一大堆的完全不问题 早就盼下了 有个律师听我讲道 那个律师特别喜欢听我讲道 我给你告诉你个秘密 不要搞得别 现在有好多的律师喜欢听我讲道 那个沈阳那边有个律师听我讲道 听如迷了 天天听 天天那个那个啥 胡老师也介绍一个律师 那个上海的律师也开始听我讲道 还是现在胡老师朋友圈听 听听听的好 然后他叫胡老师把我的微信 把他夹我 夹我一个他就跟我说 哎 全部 我也喜欢听你讲道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有了你的微信 在你朋友圈 听讲道方便一点 看到没有 他有提的意思就是说 哎 让我放心 不配打扰我的 我心里想打扰我 我也不怕啊 所以看到没有啊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 这表里有个姐妹 他听了我讲道一口 然后后来他就说 陈牧师 你整天接触的都是些杀人啊 这个律师 我跟你讲 为什么 这个律师听我讲道 因为他自己的问题 出现问题了 他自己没办法解决 所以他听我的讲道 发现人格信心得力的 可有得着了 他出现啥问题 就是身体健康问题 听着 他身体为啥身体健康问题 因为他是律师 每一天都是接触 有问题的人 是不是 这个时候 交通造势 交通造势啊 那个婚姻啊 那个财产啊 那个行事啊 各种案件 他每天接触都是负面的人 负面的事 负面的问题 谁常来 哎呦我的妈呀 受不了了 最后怎样 身体健康就出问题了 他说 陈牧师 你太厉害了 你每天接触这些人 哎 你身体怎么样啊 身体怎么样啊 他接触这些人 最多身体又怎样 出现问题了 这个世界前 律师啊 心理学家呀 牧师啊 这些人最容易出现问题了 知道不知道 因为他接触都是负面的 那些东西不但地往他里面 倒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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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了 哎呀妈呀 受不了了 要么抑郁的 要么精神出问题了 要么学学家出问题了 身体健康 是各方面出问题了 哎 哎 所以问我 你身体怎么样啊 我说 以前嘛 确实是 不怎么样 这七八年 连感冒也没一次 他说 怎么也感冒也没一次啊 我说信耶稣 信对了 道传对了 对神经家人说 信对了 信对了 传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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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负面的人 负面的问题 有一个人要打官司 我给他介绍了 他一听 这个姐妹给他说的这个话 立即气死了 他说真是气死了 因为姐妹是听我讲道的嘛 要打官司 那他问问我 什么事有没有认识有律师呢 我说有 他跟我介绍一个 我就给他介绍这个姐妹 然后这个姐妹就跟他聊聊聊 这个姐妹聊好了以后 他说哎呀 简直是气死了 他说陈墨师 你接触的都是些什么人啊 他说他气死了 看到没有 这就是你不明白道 不明白整理 出现问题 所以这样律师 天天天天 这用自己就出问题了 还好为啥我还强大 我还得站着 这一声门的家人说 内心强大 内心强大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心疼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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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不可干 邪不可干 阿们妈们 阿们 你里面有基督在你里面活着 阿们 什么鬼啊 病啊 问题啊 都记不来的 阿们 你要真理的理由建造起来了 兼顾了 啥问题都影响不了你 如果你们没有建造 没有稳固 听着 随便有谎言 你就建造了 随便有问题 就把你打趴下了 所以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跟我说 明白真理 明白真理 阿们 明白诚理 明白诚理 基督活在我里面 基督活在我里面 当你一提到基督的时候 你想的都是 全力 知道没 知道 全力 全力 君王 统治权 你想的是这个 不要把它宗教化了 你要不要把它形象化 生活化 具体化 阿们 阿们 哇 所以 那个姐妹 我就怎样 我就说 洗漱她 然后她就搜集证据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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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 请说女士 我要告诉你 现在她再也不哭了 她开心得不得了 对神明的家人说 开心得不得了 好吗 好 该是你的 只要你不同意 魔鬼一分一分 只要你同意 你的魔鬼 全都拿走 现在又问你 你到底同意 还不同意 不同意 你要同意 她都拿走了 不那钱拿走 健康也拿走的 知道不知道 魔鬼就是个坏家伙 如果你不同意 钱也拿不走 健康也拿不走 啥都拿不走 对你身份的家人说 你有神的荣光 你有神的荣光 阿们 要懂得权利呀 好 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的生活吧 原来就是你要懂得权利 刚才懂得权利 维护你的权利 维护我的权利 你把它搞清楚 阿们 阿们 你有这个明白了 你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好 第三个方面 基督活在我们里面 基督活在我们里面 是不是 他的生活化的第三个方面 全面的表达基督 跟我说全面的表达基督 全面的表达基督 啥意思 就是无论你的思想 你的说话 你的行动 你的生活 都要有一个核心 跟我说核心 这个核心是什么 核心就是基督 跟我说核心就是基督 比如说 现在就开始打敌方了 比如说人家问你 人家跟你说一些花样啥事 你就想一想 如果是基督的话 会怎么回答 阿们 是不是 比如说张姐妹 曾经那天 打打打打打的 说毛毛李姐妹的坏话 这叫背后说人 背后说人叫问难 说到你耳朵的话 你怎么办 你应该要想一想 如果是基督的话 基督会怎么说 如果是魔鬼的话 魔鬼怎么说 听到 如果是魔鬼的话 那他巴不得 所有人都这样 隐罪啊 论诞啊 控告啊 背后说人啊 啥啥啥的 因为魔鬼原文 就是个毁谤者 错误的谴责者 所以他是无中生有的 你也知道谎言的 在那里毁谤的 但是他是基督的话 如果是基督的话 听到 他跟你说这些话 你会怎样 你怎么想 你就会直接对他说 姐妹 不要在背后 说人的坏话 跟你身边的家人说 别在背后 说别人的坏话 别在背后 说别人的坏话 祝福他吧 祝福他 他需要的是你的祝福 祝福 阿们 阿们 他说我祝福不了 祝福不了他 把你自己活好吧 对什么的样子 把你自己活好吧 把你自己活好吧 看到没有 不自己活好啊 自己活得开心 活得喜乐 说他干啥 他穿衣服 穿着花 穿着白 跟你啥关押 是不是 他吃肉 还是吃菜 跟你啥关押 他怎么样的 跟你没关系 明白吗 他有他的生活 你有你的生活 阿们 是不是 你不要受他影响 你不要受他影响 他这些不好的事 出门的事 你别听 你不要受他影响 你唯一一个核心是基督 叫做基督 基督 只要听基督的 受基督影响就行了 他有他的主人在 阿们 是不是 给你什么人家 把自己活好 把自己活好 所以把自己活好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啊 所以别人说的话 所做的事 这些 他影响不了你的 跟我说影响不了我 影响不了 因为你的标准 是基督 你的核心是基督 如果你的标准 核心是基督的话 任何人都影响不了你 除非他跟你是 一样的 同频共振的 也是核心的标准 是基督 阿们 这样的时候 你们能怎样 同频共振 互相影响 如果他的标准 他的话语啊 思想啊 言谈的 核心不是基督的话 听着 你完全轻松 可以做出选择 不受他意乍 阿们 就是负面的思想 你可以不接受 为什么 跟我说 基督没有负面 思想 阿们 负面的意念 你可以不接受 跟我说 基督没有负面意念 基督没有负面意念 疾病 你可以不接受 奉一苏的名 基督没有疾病 阿们 基督是健康的 我就是健康的 基督是喜乐的 基督是平安的 我就是平安的 基督的生命 是我的源泉 阿们 看到没有 这样的话 基督活在你里面 生活化石 你所想的一切 都想着基督会怎么想 你所说的一切 你都想一下 基督会怎么说 君王会怎么说 君王会说 哎呀 我有罪 你看哪个王 整天说我有罪 哪个总统 整天说我有罪 说不说 不会 对你身边的家说 你也不要说 整天说你有罪了 明白吗 基督会说 他有罪吧 你说可是我又想 做错 对你身边的家说 你还有保血了 阿们 那要赦罪了 恩典 赦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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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保血 赦罪了 你身边的钱 干啥了 就是对付罪的 谁对付他 耶稣对付 耶稣对付 耶稣早就对付过了 耶稣都说 成了 他说成了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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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耶稣今天 还有没有人在对付吗 耶稣都在天父的右边 坐下来了 公主坐下来了 大祭司既献好 完工了 他都坐下来了 就等候仇敌 成为他的脚带 谁让仇敌 成为耶稣的脚带 我 对你身边的家说 就是你也 你让仇敌 成为耶稣的脚带 你到底知道不知道 问他一下 到底知道不知道 你不要推给耶稣的 耶稣要让你用权命 阿们 用保险 用他的恩典 受罪的权命 是仇敌 成为他的脚带 也就是说 骗他在他脚下 阿们 耶稣是教后的元首 你是基督的身体 阿们 是不是 方口发布秘密 把权命给你的 现在就是你要用的 阿们 是不是 所以魔鬼 罪也好 病也好 不好对你来了 怎么办 魔鬼说 你有罪 封耶稣的名 别说保险 谁知道我的罪 魔鬼不就气死了 气不气死 过去魔鬼说 你有罪 啊 我有罪 我是个罪人 是不是 魔鬼在背后 哈哈哈哈 魔鬼哈哈大笑 一样的 都一样的 魔鬼说 你有病 是不是 你过去都怎样 哎呀 我有病 我有病 我是病的 我是个病人 你看 魔鬼给你的 魔鬼做的 魔鬼给你的 你都接受 魔鬼说 你要罪 你说我要罪 魔鬼说 你有病 你说你有病 耶稣哪里去啊 然后刚好 你又来找耶稣 耶稣啊 求你赦免我的罪 求你医治我的病 跟你身边的家人说 别愁了 别愁了 你不是囚徒 你是信徒 你是门徒 你是基督徒 你是基督徒 啥意思 信徒就是相信耶稣 为你做成的 门徒就是耶稣的学生 给耶稣学 基督徒啥意思 基督徒就是 基督徒就是君王的意思 基督徒就是 君王的学生 你是君王的学生 这一声明家人说 你是君王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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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几下行吗 哈利路呀 不要再求了 不要再哭了 不要坐在那里 爱神叹气啊 你又愁美不脸啊 告诉我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起来 起来 拿起全民 拿起恩典 拿起耶稣做成的 拿起耶稣给我的 拿起耶稣给我的 我当我的全力 用啊 使用啊 使用啊 我会说你有罪 奉耶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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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出保险 洗净了我的罪 人出保险 洗净了我的罪 我的罪都说明 我是一人 你说自己这个东西还得进得来吗 因为你这个人 他肯定就没办法 奉格说你有病 奉耶稣的 Kickstarter 奉耶稣的名 翁耶稣有名 人出 카메라� 我得了 الن 我是健康呢 我是成功呢 我 soul 每人都 我 soul, family humbled 奉格一看 哇 这人现在不一样了 以前我说他有罪 他就说我有罪 我说他有病 他说他有病 现在在我说他有罪 他多不承认呢 我说他有病 他有承认呢 他全部反对我 全部说耶稣 对于神经典说 全部反对魔鬼 全部承认耶稣 全部承认耶稣 是不是神经典话 每一个方面上都是这样的 不仅是罪啊 病啊 贫穷啊 软弱啊 忧虑啊 担心啊 压力啊 负面思想啊 应验情绪啊 这些东西 统统从魔鬼来给来的东西 你都可以不接受 阿们 为啥要接受呢 接受的日子好过不好过吗 其实不好过 还接受干什么 对不对 跟我说不接受 反对他 反对他 宣告耶稣给你 是 宣告耶稣给我的 阿们 全个耶稣做成的 全个耶稣给我的 哈利路亚 你这样做 他就离开你了 阿们 搅扰不动你的 阿们 基督活在地里面 阿们 基督怎么想 我就怎么想 基督怎么说 我就怎么说 阿们 基督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当基督遇到罪人的时候 遇到孩子的时候 基督说 小子 你要罪 杀了 阿们 阿们 你也一样了 孙子得认不清的 新耶稣几十年 别的都不会 就只会认罪 对不对 你说你认在一个地步 脑子里心里都是罪 你还想过好日的 本来是苹果脸 认成香蕉脸 本来是娃哈哈脸 认成苦瓜脸 本来和丈夫相亲相爱的 最后每一次丈夫看到你 都觉得这个屁股 跳到老婆 我是罪人 我是罪人 你说你丈夫怎么爱你这个罪人 想过没有 对你什么样 加上说 你是义人 我是义人 阿们 我可以讲 魔鬼最害怕你醒过来了 叫醒悟为义 醒悟为善 明白 我们要醒悟过来 知道你是义人 知道你是善良的 你本善良 因为有神的 神的属性在你里面 阿们 要用啊 魔鬼说的 送的一切都不接受 只说耶稣的 哈利路亚 基督活在我里面 还有魔鬼没有 耶稣说 那恶者在我里面 是一无所有 阿们 今天如果基督活在你里面 还有魔鬼没有 没有 还有罪没有 没有 还有对没有 没有 听着 你怎么信就怎么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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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信没有 他就没有了 你信还有 还有 他就来了 不是 不是你犯的 是你让他来的 知不知道 他透过你来犯 他想挟制你 掌控你 给你拥有 重新拥有 控制权 让你的身子 给他用 让你的思想 给他用 让你的情绪 给他用 等于神兵的家人说 我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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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啥不同意 我不告诉你 是不是 你要有这个主权意识了 开始了 阿们 基督活在我里面 基督就是我的权力 阿们 阿们 阿里路亚 你把这个听明白了 你以后走路都是开开心心的 知道吗 你遇到什么样的人 他的好的你会吸收 不好的你都不会吸收的 不会受影响的 阿们 你唯一的标本是 基督 阿们 好不好 唯有基督 唯有基督 阿们 其他的魔鬼啊 对啊 病啊 没身份 没体位 阿们 你在你的心里面 没有任何位置的 提 不要提他 最高境界 跟我说最高境界 最高境界 与基督完全合一了 与基督完全合一了 所思所想所说的 都是基督的 阿们 阿们 好 基督活在我里面 基督活在我里面 还要不要背后说别人坏话 不 他好和不好是他的事 他如果需要的话 就是需要你的祝福 跟我说祝福他 祝福他 还要不要定罪他 不要 基督都不定罪了 你定啥罪呢 还定不定罪丈夫呢 我定罪了 让他打你怎么办 我定罪 对 是不是 让法律去做解决吧 你定他的罪干啥 你定罪他又不接受 他认为你就没有权威 是不是 但是你做个警察 得警察有权威啊 是不是 还有听着呢 他回来以后更爱你 再也不敢谈你了 跟你身份的家人说 这是权力 这是权力 他们网门 所以让这些生活话 你会怎样 活出权力 帮我说活出权力 活出权力 好 上午的分享就到这里 好 神祝福 好 我们一起来 起立早道啊 好 弟兄姐妹们 把手举起来啊 来 跟我一起说 天父我感谢你 天父我感谢你 感谢你把基督给了我 感谢你把基督给了我 基督是我的生命 基督是我的生命 基督活在我里面 基督活在我里面 我不一样了 我不一样了 我是新造的人 我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故 就是已故 都变成新的了 都变成新的了 新的生命 新的思想 新的思想 新的话语 新的权力 新的能力 新的能力 新的使命 新的生活 基督的一切 基督的一切 生命属性 生命属性 权力能力 恩典真理 恩典真理 运行在我里面 统治在我里面 奉耶稣的名 我醒过来啦 唯独基督 在我里面 在我里面 运行掌权 自力管理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基督活在我里面 奉耶稣的名 基督活在我里面 奉耶稣的名 基督活在我里面 就是现在 我宣告 我承认 我的思想 我的情绪 我的身体 都是基督党权 全民统治 是世民的圣殿 不医俗的你 神圣不可侵犯 真理给我权力 真理给我能力 超自然的保护 保护的遮盖 保护的结局 受罪的恩典 受罪的权柄 都给我啦 一致的恩典 一致的权柄 都给我啦 基督的生命 基督的属性 基督的权能 就在我里面 感谢天父 感谢神灵 感谢神灵 开启了我 让我明白了 我要开始相信 开始承认 开始使用 使用耶稣的保护 恩典 全品 一致 能力 践踏十何鞋子 践踏十何鞋子 践踏黑暗权势 践踏在脚下 耶稣是我的元首 耶稣是我的生命 奉耶稣的名 我是耶稣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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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有都在我脚下 奉耶稣的名 我是得胜的 奉献耶稣的得胜 奉献天父的荣耀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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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里面活着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生火化 生命化 生火化 哈利路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